作词 李宗盛 还依然听到 爱你很久清晰的心跳 那一份爱放在我心里 变成了心事 就一直在你身边围绕 我依赖的你 可能都不知道 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 生活不过是你陪我 走过的每秒 爱过的人 现在应该都很好 记忆它如湿如花的线条 全刻出某段青春的寥寥 我害怕知道 又很想知道 你现在好不好 多厉害的你 可能都不知道 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 生活不过是你陪我 走过的每秒 爱过的人 现在都很好 爱这个你 应该都知道 你从未缺席过那些美好 原来你才是我一直珍惜的每一秒 我答应了你就会一直都好 我不会一直都问你 你会一直有 他觉得 如果不答应 你记得 他就要 你问他 你问他 可是我还是还能 你可以 你问他 那我 你问他 应该是 我 没问他 我 你问他 最近要考试了 来回跑也不太方便 你这也太突然了 关键你到学校去住 你吃不好 住不好的 不能啊 人家都在学校住 再说了 我都没怎么跟我们社友 一起待过 我觉着可以 都长大了 让他们单独地生活一段时间 对他们有好处 锻炼锻炼 我同意 我不同意 你这从小到大就没在外边住过 妈 这不也是为了学习吗 您就答应吧 你说一群大小伙子在一起 这衣服都不会自己洗 你让我怎么放心啊 妈 让他每星期拿回来 我帮他洗 就这么惯着吧 你们一个一个 李洁同志 你不能老把他们护在你的翅膀底下 他们得长大 他们得飞 让他们翅膀自己硬喽啊 是不是 你得放开手 让他们自己去飞 那这既然都已经决定了 我去给拿床新辈子 这怎么就这么突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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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跟我一会儿啊 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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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呢 没什么 出来脱油漆 谢谢 你是真的想赴学吗 是啊 干 干嘛这么晚 我是担心你因为心意科技的事情 所以 不就是创业失败吗 大不了 从头再来呗 那也没有必要 非要搬回学校去住吧 换个环境 也能 也能重新整理一下心情 再说了 我也不是小孩子 不会因为这种事情 就自暴自弃 你能这么想最好了 那你以为我会怎么想呢 我是怕你 因为心意科技的事情 太消沉了 害怕妈看见 不想给家里添负担 所以你才走呢 没错 我就会这么寻思的 臭美啊你 不过洛书 说心里话 看到你这么乐观 我还挺高兴的 你呢 就去好好上学 如果有时间休息的话 就回家也来看看 可是 家里这边你就放心吧 咱妈的病情最近都很稳定 再说了 你今儿去上学 又不是不回来了 好 晚安 晚安 快点 我说了 来 过来 来 哪儿去了呀 你这一早上 里边屋这么转悠 你找什么呀 工具箱 找他干吗 你呀 咱儿子今天就要去学校宿舍住去了 你就在这儿盘着腿 看着报纸你倒真能做得住 昨天东西不是收拾得差不多了吗 那没什么可干的呢 再说他这儿去学校 那宿舍条件都不错现在 起来了 你记不记得我那工具箱搁哪儿了呀 怎么找不见了呀 您找工具箱还是没有 这行子这呀 你不是要去宿舍住吧 你那个宿舍的窗户和门什么 要是坏了的话 家里的这工具箱用得顺手 儿子上学校是去学习去的 不是让我后期收水暖去 要他干啥呀 去 你们一大早上吵什么呀 这是起来了呀 你弟弟今天就要去学校宿舍住去了 你现在才起来 你心里就没你弟弟 你看你看 这你弟要是住校了 这是心情不顺 打击一大片 去去去去 妈 我要是有什么需要的 我就回家来拿 放心吧 对呀 是呀妈 他又不傻 有什么事 肯定皮垫皮垫就跑回来了 你 你怎么跑这儿伟的 来来来来 你请请请请 走去叫去啊 多东西呢 对了 我跟你一块去把那个谁 把初晨送到学校门口去啊 行行行不用不用不用 我同学一会儿就来接我了 你 你同学来啊 嗯 那你同学几点过来啊 十点 那 你就多有人送 放心放心 快 你看看儿子那边是不是还有什么事 没弄好 你去看别辣东西什么的 对对对 我我我去再想 对对对对 好 到了学校那边 也按时吃饭 尽量少熬夜啊 放心 好好团结同学 好 我走了 妈 你还是今天回来呢 别耐心了 啊 妈知道 妈就是她每天见不着你啊 既在每天我一家都在房间 好 好 周末不忙的时候 婚下一趟 没多远 好 姐 嗯 照顾好爸妈 我走了 拜拜 你说你放着好好的家吗 不是我躺着干啥来了 当单身贵族啊 你说实话你到底为啥这么着急搬出来啊 现在家里面有车友姐还有汉子墨照顾 也是时候该我搬出来了 你搬的这个家 离你家就一条马路 你 就舍不得对不对 常大乐最近怎么样啊 他不是替你在乌亚军那儿受罪的吗 心疼了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你要干嘛 我票都买好了 我这就走 舍不得呀 你说谁舍不得 就是舍不得 那你自己说吧 你怎么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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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督促你啊 我来督促你啊 怎么了 不行啊 行 怎么呢 不行呢 来来来来 乌晨不是回学校了吗 你这 看我这记性 妈 她几时回学校住了 又不是吴在行住了 你别这么伤感 就是 你妈呀就习惯笑题大做 说谁笑题大做 那不是你儿子 这家里天天那么多事 不得我操心啊 站着说话不行有他 好好好 我又说错话了 这你妈是咱们家最大的领导 李奇同志 得在咱们上那个所里边 把那个护口本改了呗 你当护主 我才不要那虚名呢 护口本攒我手里就行 妈 那是哪天我结婚了 你可能把护口本给我吧 这事你可得好好 跟你妈留虚留虚 要不然她坐上那护口不撒手的话 你就在家里边当老姑娘吧 你说谁老姑娘呢 什么时候登记结婚啊 妈 没有的事 你刚才说的 你怎么计划的 你跟妈说说 是 我瞎说呢 出城 出城都回来了 洛书啊 阿姨好 叔叔好 你来得挺是时候啊 那可不 闻着味儿来的 来来来 这点彩的 好来 快坐下一块吃饭 快坐一块吃饭 你看看 这碗筷这不用上了吗 是不是 我妈忘记我替回学校了 多拿了副碗筷 阿姨 出城回学校了不还有我呢吗 出城的碗筷以后我来用 剩饭呢我来吃 您哪 别把我当外人 就当自己的儿子 有什么事尽管开口 我随时候着 好傻子 能有什么事啊 只要你能来 阿姨就高兴 来来来 给 谢谢叔叔 多吃点 嗯 你好先生 您的外卖 谢谢 李洛书把工资给卖了 他也不是这种风格的人啊 我走之前他还信心满满的 要继续跟吴亚军拼下去 这怎么转一点就把信息给卖了 你 你说他 这算不算是背信弃义啊 我这回北京搜集证据我 还有什么用啊我 是是是 什么什么背信弃义啊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 他这么做 是有苦衷的吗 那我们的苦衷呢 这不光是我们的产品 更是我们的心血和梦想 就由着他们剽窃获利 就我们跟一圈迷途羔羊似的 任人宰阁 连反抗也不带反抗一下 你还不了解洛书吗 他决定的事什么时候变过 咱们也不能让洛书就这么认输了 你证据搜集得怎么样了 说以这事 这吴亚军得到了咱们的产品之后啊 就立刻组织了技术人员 进行了反工程剖析 他不仅得到了具体参数 还有元器件结构 尺寸和内部构造等数据 你都拿到了啊 这关键是 还是 还没有 但你别着急啊 很快了 只要我一得到这个证据 咱们这场官司一定能打赢 到时候啊 咱们就能挽回心意科技 挽回咱们大家共同的心血 还有挽回李克舒 挽回挽回 挽回什么呀 现在心意是龙翔的 怎么挽回 完全可以另立山头重新开始啊 不过 这吴亚军现在对李德书 还没有放松警惕的 所以咱们得同长期 找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但是现在当务之急事 你必须要回去告诉洛书 我们现在的想法 不能让他自己就先垮了就是 程德勒 我是不是得对你另一眼相看啊 那不是应该的吗 那不是应该的吗 不然以后咱们俩怎么 饿了吧 咱吃饭呢吧 阿姨 我来弄就行了 不用了 没事 你别管了 我来 你说这每次出生不在家呀 你就帮忙过来照顾我这个老子 老太婆 阿姨 您可不是老太婆 您还年轻的呢 好好好 阿姨 您去那儿坐着吧 您去那儿休息会儿 行 那就麻烦你了 没事阿姨 您别给我客气了 阿姨 阿姨 您这怎么了 这两天啊 这天不太好 这老韩腿够饭 没事没事 阿姨您先坐这儿 吃点水 阿姨快别忙了 这什么阿姨 我先把衣服晾完 晾完之后呢 我给你押了 哎 我给你押了 哎 妈呀这都是上孩子 您买这么多东西啊 没事阿姨 这些呢都是初遥 和你们俩来吃的东西 我还先不够呢 这得吃到什么时候啊 一天吃不完的 我们吃两天 两天吃不完呢 总有一天吃完的 浪费了买多了都 没事叔叔 初遥 那边有一些进口水果 咱去看看 行 叔叔阿姨 我们先过去看点啊 少买啊 没事阿姨 你别说啊 连洛书对咱姑娘是真不错 这我就放心了 对你闺女好就高兴了 那可不是 孩子是不错 谁呢 就是 那些什么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出城了吧 最近啊 卢叔倒是总来照顾我 可也不知道为什么呀 他越是这样 我就越想出城 所以你把门给你商量个事 行不行 明天我想去学校看看出城 妈 你这身体不能走远 这样 这几天我抽空去看看吧 我告诉他 让他有时间了就回来 好 走 回回吧 等你好好休息啊 你也早点休息啊 你妈又想你弟弟了 还说他呢 我也惦记这小子 已经生活这么多年了 突然间看不见人了 心里真不得劲啊 那天我上学校看看他就 你别去了 你那么忙还是我去吧 你去了 你去了 洗点心 你看看他生活上缺什么 少什么 告诉他 让他给你妈常打个电话 好 放心吧 我会传达的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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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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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好 我 哈哈 这一会儿在他学校呢 你又因为他放我鸽子啊 初遥 你到底能不能分清楚 谁再是你男朋友啊 好了 你别无理取闹了啊 我已经到了 晚点跟你说 请你找谁啊 我是李洛书的姐姐 我找他有些事情 李洛书 是一三级电子信息系啊 对 没错 不过他已经休学了呀 他没复学吗 学生复学我们都会收到通知的 况且他也没来报过到啊 好 谢谢啊 好 不谢 好 谢谢 喂 喂 洛书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宿舍 今天周队应该没什么课吧 要不要中午一起吃饭啊 好 行 那我们中午 学校门口的饭店见 好 好 怎么今天想起球吃饭了 为什么骗我 我去过你的学校了 你根本就没有服学 洛书 就算有什么事情 你不方便跟爸妈讲 你都可以跟我说 再说了 爸妈他们都很想你 都催着我让我来看你 你也知道 我公司已经没了 所以我需要一定空间 好好想一想 知道我该怎么做 现在家里面有你和韩子某照顾 我也放心 所以 既然你都决定了 就这样吧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咱们家永远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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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让时光重演 选择倒带的时间 若我能让旁人淡然 冲破绝望的昨天 来了 初遥姐 洛书在家吗 找洛书啊 洛书在呢 找你啊 找我 丹丹来了 找我什么事啊 你好 你好 不是我 是我哥让我给你问好 你哥 对 你是来找我的吧 正好我要出去买东西 你陪我吧 我先出起来啊 洛书搬走了 为什么呀 可能他想给自己多一些空间吧 也可以让他专心创严 那他搬去哪儿了 地址我回头发给你 好 谢谢初遥姐 丹丹 你多去照顾他 让他好好吃饭 别熬夜 好 你为什么搬家呀 你到底是怎么照顾他 你到底是怎么照顾他 我刚才去你家了 初遥姐说你搬走了 为什么呀 好 是因为韩子墨吗 我离开家的原因有很多 一方面 我不想成为我姐 和韩子墨情感上的隔阂 而且在他们两个照顾下 我母亲的情绪也比较稳定 这是我最适合离开这个家的时机 而且最近工作上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我也需要有一定空间 去向我们以后发展的方向 我们的技术虽然被收购了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心仪科技 就这么解散了 是因为你和我说的话 是什么话 我也想知道 现在的我 到底是李洛初 还是李初晨 我也想知道 吃饭吧 请不吝点赞 咚 咚 咚 好 爸 怎么了 想洛书了 我现在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真当自己的孩子了 天天见得着面 这突然间不在身边了 这心里边啊 明天我给她打个电话 让她有时间要去回来看看你们 只要不是你妈特别想见的 还是尽量不去打扰她吧 也给孩子多留点自己的空间吧 她也得有自己的生活呀 咱们还是得慢慢适应啊 尤其是你妈 得让她慢慢习惯见不到的 时间长了 或许 你妈对她的依赖就越来越少了 你妈对她依赖越来越少 这小子压力才越小 心情才能越来越放松 太难了 你怎么又来了 你俩这么多东西要忙啊 我把我能想到都给你买了 你别跟我客气啊 你肯定没吃早餐 我肯定没吃早餐 我肯定给你做啊 真不用了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爹爹 不用啊 别呀 有免费的保姆不用了 这么好的事你知足吧 对了 我做西餐比较拿手 书瑶 饭好了快起来了啊 起来去饭了 跟谁说话呢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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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我吃不做面条 你不凑我这吃吧 我想吃什么我自己做就行 不用了啊 你对我也太没有信心了吧 我今天要是不给你露两手 我就把我的名字倒过来写 我吃不了鸡蛋 吃饭了 少爷 吃饭了 吃饭了 尝尝 看看味道怎么样 手艺不错吧 李天堂你做面很好吃呢 你不吃 我吃过早饭了 你吃吧 这个是我在国外的时候 一个上海阿姨教给我的 幸亏我会做面 我才没在国外饿死 你想不想学 回头我教你啊 你 你干嘛总盯着我看 你知不知道 一个厨师最大的幸福 就是可以看着别人 把自己亲手做的免食 通通吃光 你这面里有鸡蛋吗 我 我没放鸡蛋啊 你这怎么了 你别吓我 你别吓我 诺书 诺书 我们这是给我弟选生活用品的 你怎么拿的都是你爱吃的呀 他都那么大人了 想买什么肯定自己就去买了 不小心啊 他再搭配也是我弟啊 他不说了吗 他想要过李洛书的生活 我们不要打扰他了 不管他是李初晨还是李洛书 他永远都是我弟 好好好 你说了算 喂 灯灯 喂 初小姐 洛书出事了 出事了 他怎么样啊 幸亏你们送来及时 否则的话真可能会出大事 我鸡蛋过敏啊 不可掉以轻心 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 你放心吧 稍后已经退了 他已经睡着了 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就留言观察一晚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好 谢谢啊 初遥姐 对不起 丹丹 丹丹 初遥她就是太紧张了 听不进去别人说的话 你帮我好好劝劝初遥姐好了 我今天哪儿都不去 我就在这儿陪洛书 肯定不会再出错的 我明白 你等她歇歇歇歇气吧 笑完气之后我晚点跟她说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初遥 初遥 人家灯的也是好心 你干嘛非要把他 关在门外呢 他连洛书鸡蛋过敏都不知道 把他毛手毛脚的 在出什么差错 这里是医院 有什么怕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医院我就不用管他了 不是 为什么我每次 踢到洛书的时候 你反应就这么过激呢 刚刚医生说的你都听见了 这幸亏送来得及时 要不然后果你敢想象吗 你又不是他保姆 难道你二十四要是照顾他呀 我是你男朋友 为什么看不出 你对我这么伤心呢 好了 韩子墨 我弟的醋你也吃 可就没什么意思了 他是病人 但弄人计较什么呀 给 我很 cuenta 不然 初遥姐 你累了一天了 我给你买了点吃的 没事 你不用管我 一会儿洛书醒了 看你也得多少吃一点 我刚才查过了 这些都是她能吃的 我就放这儿了 一会儿你拿给她吧 丹丹 我之前对你说的话 语气有点严重了 你别太放在心上 没事儿 那儿初遥姐 都是我不好 要不是我 洛书现在也不会躺在这儿 若回到那一天 定格你笑脸 若不知我的心愿 结局如何改变 若我能让时光重演 选择倒带的时间 若我能让旁人淡然 冲破绝望的昨天 记忆的边缘 记忆的边缘 有你最大心结 愿我温柔生命 清除全部碎 此后的情节 我尽全是 我尽全力书写 抹掉此心悲戒 和所有离别 作词 作词 作曲 刘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